好,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用JavaScript来做像这样的东西 像这样的东西 或者是像刚刚这样的东西 那这让你的网页的互动性变得强很多 你可以看到像Facebook跟其他的网页很不一样 跟我们这种网页 我这种网页其实是一个静态 他不会跟你互动 那你唯一的互动方式就是按下去之后呢 他会跳到另外一页 一般的静态网页就只能这样 但是你看到Facebook这种动态网页就不一样 我可以跟他互动 OK,这种就动态网页 那静态网页跟动态网页之间的区别 其实主要就是在JavaScript这个东西上面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怎么样子做动态网页 怎么样子用JavaScript做动态网页 好,这边最经典的例子大概就是功能表 功能表是你一上去之后才会显示的 对不对 那那种东西呢 在 在 传统的静态网页是做不出来 只能够用JavaScript做 可是 因为最近像那个平板啊 越来越多的时候 其实这种功能表 有时候不太让人喜欢 因为他跟平板的模式不见得很搭 有时候 尤其是你移过去他会出不限制功能表 最好是不要用 是点下去才有功能表 那个 会比较适合 否则你在手指在平板上面 没办法用移 所以这里设计上面 因为平板而言就会有一些改变 好,那JavaScript我们来看一下 他怎么样做类似功能表的东西 那他需要借助一个叫DOM 这DOM是什么呢 他不是一个语言 他是叫Document Object Model 这个东西把HTML的网页变成一个 物件数 就是 变成一个数状的结构 整个结构是个物件 而且每一个节点都是个物件 OK 变成这样子的 物件数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透过JavaScript去操控这颗物件数 然后完成你想做的事情 那这边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我们要存取这个物件里面的节点 那我们可以透过 透过 这个Document.getElementbyID 然后把那个 ID传给他 现在这个ID是 Py这个 传给他 然后取得他的InnerText InnerText的话就会是这一段 那如果你取得他的InnerHTML InnerHTML的话就是他里面的诊断都是 InnerText是只会留文字 InnerHTML会连标记也有 那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先 来试一下这个例子 不过这个例子应该就要用 Unical 存起来 那我们把它叫出来一下 那我们把它叫出来一下 改一下编码是一个办法,但是不是很好 最好是加charset 应该是放在head里面 这样子 OK,这样就没有问题 所以最好你当通道办法的时候,加上这个来几件 按下去,你会看到 它出现这个通知 感觉非常简单的一个办例 但是有互动,至少有互动 这告诉你javascript的游泳图 每按一次就出现你好 OK,就这样 非常简单,非常阳春的程式 只是希望透过它来示范 教它script的最简单用吧 接下来呢 只能够显示你好吗? 当然不止喔,其他事情也都可以做 我document.getElementById 然后我设定它的style的visibility 是visible还是hidden hidden的话它就不见 那visible的话它就出现 对不对 好,那我们把这一个程式 我就直接贴在这里好了 我就都叫这个 我重新整理一下 好,那又 抱歉 我一直 一直忘记啊这个 其实这个应该要结尾一下 老师 是 您现在教的部分 刚好有在赵余孝老师冲到 有相同的 内容 是不是 OK 那 我知道 我的意思说 那重叠的部分 很高吗? 重叠的部分很高 很高 OK,所以你们都学会了 没有,我们这三个组还没上过 你们没有上照老师的课 啊你有是吧 OK,那有多少人有上照老师的课 互动式网页 你有上 OK 好 所以这个你们应该会有 还没开始讲 一点点 就前面一点点 OK 反正 既然两个都讲到代表这个更重要 对 是啊 对不对 是啊 所以 你只要学会了OK的啦 那就是说 代表说这个东西其实已经变成 网页 网站上面一个 基础知识 对,非常重要的 基础知识 已经 到了变快尝试的 层次 所以这个就更应该会 更应该会 更应该会 OK OK 下来呢 我刚刚的程式改了一下 没反应 等一下 确定一下 这里有问题 你看 我按 应该有两个啊 为什么这个显示出来 只有一个 是不是 他没有充气 Input Type 我的语法有错吗 看一下 你好 爱点秀 爱点爱 你看两个Input的颜色不太一样 对 这里 这里颜色有问题 所以代表说我的 某个地方 OK 这个没有结尾 这个没有结尾 结尾结错了 应该是这个吧 结尾结错了 所以这个程式就挂点 那没有分号啦 这个实在是 写HTML跟现成式 习惯 不一样 这样子 我本来想要 呈现的是这个 这个状况 那这里 爱点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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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那我们想要呈现的 这个用法 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他可以把东西给隐藏了 或者是让他显示出来 只要你存取到正确的 原件 正确的 那一个 那一个节点 然后设定他的属性 就可以做到 显示隐藏的功能 OK 应该看得懂 选取得源 那个节点 设定他的 Style属性 的 visibility 这个栏位 设成 visible的话 他就会显示出来 那这是谁的功能 Style 这是 CSS 只是我用 Galascript 去设那个 CSS的栏位 设好之后 才就有显示或隐藏 看得懂 赵老师有讲到这边了吗 不过老师的鞋啊 不是用Galascript 虽然就算了 他是有 类是HTN 然后再把 Galascript包进来 然后再用CSS 再包CSS 所以他 怕不是用Galascript 还是设定CSS OK 没关系 那每个人有不同的方法 因为 调调大路通融 所以 所以 两边都知道 还是比较好 就是多知道一点 OK 所以我们现在 可以设 显示和隐藏 接下来呢 就再看 最常用的是像这种东西 功能表 我怎么做出功能表 在Galascript里面 我要怎么做出功能表 其实 功能表不就这样 你一上去的时候 这个就显示 对不对 你离开了之后 他就隐藏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就来 设计一个功能表 这个功能表 我们先实行 看看 不过这里 这里没有中文 所以 只有抬头 抬头 抬头 中文也没关系 不理他 所以 好来 我建立一个系列 然后存一下 我们叫 jsmenu.htm OK 好 那我们的编码 现在是 Utf8 还是加一下 这个 要进去 可以在 add的里面 告诉他 编码方式 对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 把它打开 你看到这一个 按起来没什么 好 但是 移上去 他就出现 移到这边 他就出现 啊我们也可以点 点了之后 才会 告诉你说 你点了1.2 OK 这边点 告诉你 点了2.2 好 那这个东西怎么做到 当然你也可以让他点了之后跑到Yahoo 那我们的做法是这样 不是太难 那我们的做法是这样 其实 我们 先看一下 HTML的部分 你要了解 网页 里面JavaScript的互动性 你一定要先了解那个HTML到底 有哪些东西 然后他存取的是哪 JavaScript里面是存取哪几个节点 你把节点 你先弄清楚 好 所以以我这个例子而言 你可以看到我存取的是 PUPUP1 还有这个 PUPUP2 OK 那PUPUP1和PUPUP2在哪里呢 看一下 PUPUP1 不就在这里 PUPUP2 不就在这里 所以 他有几个东西 一个是menu1 一个是PUPUP1 一个是PUPUP1 一个是menu2 一个是PUPUP2 那menu1和menu2是谁 menu1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 还没有出现的 这一本 上面这一条 上面这一条 menu2就是上面这一条 OK 那PUPUP1是谁 PUPUP1 就是下面这一块 PUPUP2就是下面这一块 OK 我这个整个互动怎么样 就是 当我 移进去之后 他就 他把 你就说把这一块 显示出来 不然的话 一开始预设他是隐藏 他移进去就把它显示出来 这边呢 也是 移进去就把它显示出来 好所以 有了这个目标之后 我们就 就可以开始来做 第一个 在载入的时候呢 我先把 两个PUPUP都隐藏 所以我说 hide PUPUP1 hide PUPUP2 OK 这hide是谁 是这个函数 把某个 元素 给hide 起来 那他的作法就是 用document.getElementById .style.visibility 等于eaten 就这样把它隐藏起 那也就是去操控他的css 里面的这个 whisibility属性 OK 同样的这边呢 就是反过来让他visible 让他显示 所以呢 我们做了什么事呢 一开始隐藏 但是呢 在这个UL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那个 整块 如果滑鼠移上去的时候 移上去的时候呢 他就秀 烏叫秀 那烏叫秀就会让他 变 visible 变 visible 他就跑出来 OK 但是呢 unmouse over是移到上面里 的时候 unmouse out是移出去 移出去你就要把他隐藏掉 所以移出去的时候就hide hide 好 那这边呢我有去设定说 他的位置 定位方式是绝对定位 HTML有分绝对定位跟相对定位的方式 那这个在视窗程式很多也有 这个我们采用的是绝对定位的方式 那 第2个是设定他的位置 那才不会 才不会这两个功能表会出现在 最左上角 我不希望他 贴到这里 我希望他是在这中间 所以我才设定他的位置 我们才设定他的位置 好 那绝对位置是120的地方 这个是第1个 那 第2个manning tool是220和20的地方 所以他两个在 在那个水平上面是同样高度 都是20 但是呢 在 在这个 左右上面 所以不会跌在一起 好 那接下来呢 你看到 我们里面呢 有这个Li manning 这个就是 就是这一块 就这一块 那接下来Ul这一块呢 Ul 他就是我们以上去出现的这一块 好 那 Ul这一块叫pupup1 pupup1 那我们有套用 class class就是那个 你有了这个之后 你写css的时候 只要 写css这个前面用加点的方式 他就会套用到后面的这边 class这个东西的上面 那这样我们 就可以直接设定他是黑底白字 这边设定黑底白字 还有一些宽度啊什么之类的属性 所以 OK 这个是 class 这个用 这个 还是比较静态的部分 那比较动态的部分 就是刚刚这个 hide and show hide and show 好 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动态的部分 这个 alert 当你真的按下去 它会第一次 这个alert 写网站 你不会自己写功能表 对 你会怎么做 你一个人会用 jquery 然后jquery里面就提供功能表的功能来就把它 付叫一下 jqueryui 就可以 所以很少人会像 像我现在 这个办例这样子 自己再去写功能表 但其实他引用 的时候 别人也是用类似的做法 然后再做 那我们现在是去了解背后的做法 等我意思吗 我觉得宁可了解背后的做法 而不是只 会用那个表象 那这个 你要 你要用的话 你找jqueryui 或者是找其他的人家的网页 把它拿下来修改一下 也OK的 但是 你如果不了解做法的话 那你想要改变的时候 就会有困难 OK 很多同学可能在 用这个的时候 到最后他可能就是拿别人的网 网站来 改一下字 然后 就放上去 要看起来是很好看啊 可是 不了解的时候 就只能够做这部分的改变 其他部分就会有困难 好OK 那请各位呢 就看一下 看一下 像这样的城市 我觉得 你 很值得 详细的去把它 每一行都看懂 那这边我有做解说 有做解说 怎么样做成无线 怎么样做到隐藏 然后 然后每一块 到底在做什么 我们都有详细的解说 我觉得这个办例是很重要 所以我建议你 很仔细的 把前面两个比较简单的 先看懂 我们接下来 把这一个 风能表比较复杂 也看懂 好 那 这个是小杰 但是后面 我们还有 像HTMO 编辑器 这个 暂时 先不看 我们先 让各位看完这个 我们再来看编辑器 这就是另外一个 互动的方式 谢谢